大家好,我是小七,现在去上班 希望今天店里很忙吧 现在十点半准备下班了 店里没什么客人,有一个在染颜色 今天中午的时候,我给我媳妇接视频的时候 媳妇跟我说她天天在家里 每天照顾我这两个小孩 每天腰三背痛的,然后很不舒服 回去的话可以帮她分担一下 因为她一个人在家里照顾小孩确实太辛苦了 我媳妇今天跟我视频的时候说 我父母总是帮我媳妇当个外人 因为我跟我媳妇结婚了已经有六年了 本来那个时候,我跟我媳妇结婚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我父母就不是很支持 到现在已经五六年过去了 但是我媳妇总感觉对她不冷不热的 我真的挺不能理解我父母的这个人 其实我媳妇真的挺好的 自从嫁到我们家来了之后 对我父母也一直都是比较好的 前段时间双十一给我父母买衣服买鞋子 但是我父母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把她当成一个外人 就不是那么的亲近 总是不看好她 我对我父母的态度真的是非常生气 我父母的心里从来没有真正的 把她当成儿媳妇看 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孙女儿一样的看待 睡着了 现在都十一点了 她爷爷奶奶早上出去 十一点半才会回来 到吃饭时间才会回来 奶奶菜现在准备回去了 你好好学习了 你才会有更多学 今天听到我婆婆说我是一个外人 听到她说这句话我心里面特别难说 我跟我老公都结婚六七年了 他们还把我当成外人 平时对他们也是客客气气的 家里面的大小事情啊 家务啊 搞卫生这些都是我在做 我怀孕八九个月的时候 还给他们做饭 每天挺着大肚子出去买菜 回来做饭 还要做卫生洗衣服 就连我生完小孩 做月子的时候 我老公走了我还没满月 我都起来给他们做饭 他们还是不喜欢 还不接受我 竟然说我是一个外人 听到他们这样说真的 很难受啊 刚刚大家也看了我媳妇的视频 我媳妇说的她真的是很用心的对我父母 有这么好的态度去对待 所以说等我下次回家了我会再次跟她做工作 希望她真的接纳我媳妇 我媳妇这么好的一个媳妇 为什么就不能的从心底上去接受她 然后对她给她一种像女儿般的一种关爱和科夫 不能再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 将心比心 今天给网友分享的这些 其实想让网友知道我们是怎么在孝敬父母 怎么在带父母的 但是父母虽然年龄大了 但是我也希望我父母真的有所改变 不能再这样子另眼看待我媳妇了 我媳妇现在满月了40天 每天在家里洗衣做饭带小孩 然后还要照顾两个老的两个小的 然后这么的为了这个家庭这么的付出 这些事情在网上说了吧 可能会遭到很多网友的谴责 其实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但是我会把所有网友的评论留言 我会传达给我父母看 让他真的改变一下他的思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给我点个赞